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段话是孔子给他的弟子们讲的 这个二三子是什么意思的 二三子就是你们这些人 就这个意思 二三子就是你们这些人 所以这句话很明显是孔子对一群人说的 至少不是一个人说的 对吧 对几个人说的 这些人都是他的弟子 那我们看一看孔子这句话 他说二三子以我为隐乎 这个隐就是隐藏隐瞒的意思 他说你们这些人是不是觉得 我对你们有隐藏 我对你们有隐瞒 所以能问出这个问题来证明什么 证明孔子在讲这句话之前 受到了他的一群学生的质疑 对吧 有很多学生是不了解孔子的 大家觉得我们老师是不是有什么藏着掖着的 这个没有把他的 这个所有的这些好东西交给我们 要不然我们怎么 为什么会这么想 经常就有一个什么感觉 就是差距对吧 这人跟人之间的差距太大 说老师境界这么高 就你们可以想象前面弟子们发生了什么 所以弟子们肯定是觉得 这老师是不是有什么藏着的 没教我们 对吧 他的水平这么高 境界这么高 我们怎么学半天就才这样 二三子以我为隐乎 这是孔子对他们的一个回答 就对他们的这个疑惑的一个回应 那大家觉得孔子 是不是有藏着掖着的东西的时候 孔子说 无无隐忽耳 他说我在你们面前是没有任何隐藏 而且我没有任何 这个字我们今天就读行了 行而不与二三子者 就是我没有任何做了的事情 没有告诉你们的 就是你们看到的就是我 就是我的全部 我做什么在你面前是很坦荡的 是秋也 这句话是非常自信的一句话 这就是我恐秋 就是我是一个在你们面前没必要藏着椰子的人 我没有任何事情是瞒着你们的 如果是的话 有的话也不是我恐秋了 只有这样才算得上是我恐秋 所以这是孔子对他的弟子们讲的一句话 所以这句话大家可以去判断 前面发生了什么 对吧 我们可以去想象前面发生了什么 非常有可能的是 他的弟子们对孔子提出了质疑 老师你是不是还有别的好东西没教我们 或者老师你是不是背地里边又干了点什么事 孔子就说你们是不是觉得我对你们有隐藏吗 我对你们没有任何的隐藏 我没有任何事情是不告诉你们的 我做的任何事情没有什么藏着掖着的 这才是我恐秋 所以其实孔子这句话也告诉他的弟子们 老师其实没有跟大家有太大的不同 无非是什么呢 无非就是老师比较能够坚持 对吧 这个孔子在网友里边讲 君子三月不为人 说这个君子没有任何一个时间 是会违背这个人这个理念的人这个原则的 但是有很多弟子他们做不到 他们一方面做不到呢 另一方面又觉得老师是不是因为 还有东西没有教我 所以我才做不到 其实孔子在弟子们面前是很坦荡的 我全都告诉你你也不一定做得到 为什么 因为你有没有坚持是你自己的事情